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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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体跟人体等等 还有前沿这些部分 那么沙弥十戒和二十六门威影 都是偶一大师从绿藏中记录出来的 没有一条是自己意思来创作 所以完全是数而不作 那么十戒门总共有十条 那我们先看第一条节 一 不杀生 凡有命者不得故杀 若自杀 叫他杀 方便杀 咒杀 堕胎 破乱 与他毒药 令命断者 并得杀罪 若杀 若杀生生父母 罗汉圣人 犯逆罪 堕阿比喻 若杀人 犯重罪 施杀迷戒 不通忏悔 若杀 若杀天龙鬼神 犯宗罪 有许忏悔 灭犯戒罪 而性罪不灭 终须常报 若杀畜生 重疑 闻诗等 犯下罪 亦许忏悔 灭犯戒罪 而性罪 仍须常报 若杀人不死 犯忠方便可悔罪 杀天神 处宠等不死 皆犯下方便可悔罪 助他令杀 皆得本罪 人众 天等忠 畜生等下也 见杀欢喜 得方便罪 若见他杀 有利应救 舍不能救 应其慈心 念佛持咒 助令解冤 事结 永断 恶缘 那么这一大段 就是说明 这个不杀生的戒 那我们要 讲这些戒条 先说明一下 讲解的结构 那么大家对这个结构清楚了 那么就像公式一样 就套上去 就会有很清楚的逻辑概念 那么前面的五条戒 就是杀 盗 淫 忘 酒 这是 通于居士的五戒 那么我们要详细的来说明 那么 所以分成 七个科来加以解释 第一科是总说提议 就是解释这条戒的提 就是不杀生 第二呢 随文示意 跟着刚才所念的这个文字 来解释它里面的意理 第三 聚缘成范 看看这条戒 聚多少缘 就是具备多少条件 就成就犯戒 第四呢 犯杀处断 犯的这个杀 就包括犯的这条戒 后面的杀到淫忘酒 都是如此 那么怎么样处断 是犯重 犯轻 是根本罪 还是方便罪 等等 第五是标静想 那么这个犯戒的境界 还有我们的想心 那么这里头 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要把它们说清楚 可以用来判断 犯戒的重情 第六是明开源 每一条戒都有开源 就是不犯的情形 就是不犯的情形 第七 异熟果报 也就是讲到犯杀的这种因果 它的这些后果 等等 好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课 总说提议 那么总说提议呢 我们也分了三小课来说明 第一是略是明提 第二是智戒意义 第三是性遮二业 那么先说略是明提 这个明提三个字 不杀生 前面有个一 一不杀生 一就是排列的数目了 就不用解释了 那么杀生 就是讲杀谜犯戒的这种境界 也就是所犯的过失 前面加个不 就是讲禁止的意思 那么能够对治 犯戒的这种行为 就是不 那么这种能对治的行为 跟所对治的过失合起来 能所合称 就称为不杀生 那什么叫杀生 就是断绝有情众生的命根 那什么叫命根 按照律上讲 就是由氏 吸 暖 三个部分组成的 这个叫命根 氏就是第八氏 所谓来先去后 做主公 第八氏 是我们轮回的主体 到底什么东西轮回 就是这第八氏 也称为神氏 当人死了以后 第八氏离开身体了 这就彻底死了 然后呢 他一般来讲 进入中阴身 然后去寻找 有缘的父母 那么就入胎 这是讲第八氏 那么暖就是讲温度 如果 人断气了 就慢慢体温就下降 暖就没有了 暖没有了之后 那个氏也没有办法 寄托在这个身体当中 那么呼吸呢 就是吸 氏 暖 吸 这三种 如果都断绝了 命根也就断绝了 那么 当我们投胎的时候 先是 氏 入胎 也就是 由于我们 无名夜食的种子 假借着 父母交构的因缘 拦起 父母 赤白二弟 就是我们讲的 受精卵 就投入到母胎之中 那么这个时候 律上叫做杰罗兰 杰罗兰翻译成中文 叫宁华 这时候的情形 好像薄落一样 很薄的乳落 那么这属于 明色位 就十二因缘里面讲的 无名 缘 实 无名缘形 行缘实 实缘明色 这是明色位 实就是刚才讲的第八识 投胎了 那么投胎了 就有了明色 色就是父母赤白二弟 明呢 就是指心 那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身和心了 那么这个叫初识 这初识呢 包含着第八识跟第七识 都在里面 第八识 是投胎 紧接着第二念呢 第七识 就升起来了 第七识的作用呢 就是恒常的执着 第八识里面的见分 当作是自我 我们知道 是 这个八识都有四分 这个见分 就是执着是我 这里面的心 就是 第八识跟第七识 两个结合起来的 这种心 还没有第六识 因为当时 这个五根还没有形成 一根 也没有出生 所以呢 还没有六识 所以只有第八和第七识 叫初识 那么这个时候 已经是叫做 生命了 因为它已经有 是 暖 处 它有第八识 在里面 也有暖气了 已经在母胎当中 它也有呼吸了 这个呼吸 连细胞都会有呼吸 那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命根 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命根断了 那就是犯到杀人罪 也是破根本 所以说 所以说 堕胎 就是杀人 这是 如果受了五戒 的居士 要堕胎的话 那么 这个也是等于是 犯了杀人的重戒 也是十戒体的 那么 叫他人杀 一副都是 比如说 父亲这一方 叫这个女方 来堕胎 就像这下面讲到的 叫他另杀 都是犯 根本的罪 那么叫他杀人 也就等于 得到杀人的本罪 所以 如果说 父母双方都同意堕胎的 两个人 都是犯到根本罪 就是犯众 那么 这是讲到初世 最初的 第八诗入胎的情形 那么 人死的时候 就是临终的时候 最后一念 这个时候叫后世 那么后世呢 就是啊 当身体被人家损坏了 比如说被刀砍了 首先呢 是呼吸断掉 那么呼吸停止之后 第二呢 就是温度渐渐冷却 最后第三 全身冷透了 这个第八诗 才从身体离开 所以这个时候的顺序 所以这个时候的顺序啊 离开的顺序 跟入胎的顺序是相反 入胎的时候 先是试入胎 然后呢 就有暖 有温度 慢慢就有呼吸 那么出胎的时候 就离开身体了 死的时候 就是先是呼吸断 然后温度 这个下降 冷透了 最后第八诗离开 那假如第八诗还没有离开 纵然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了 他的温度已经冷透了 第八诗还这里头 那你还把这个命根断了的话 那还是犯到根本中结 这个情形我们要懂 所以我们就知道 判断一个人死 是用什么判断的 这个跟医学判断是不同 医学是呼吸停止就算了 人还没冷 就先收入太平间 这个时候啊 他会有知觉 会感觉到非常痛苦 因为他的命根还没有断 所以临终关怀非常要紧 如果能够如法的去为他关怀 为他助念 那么他这时候 因为神是还在体内 有知觉 那么跟着我们念佛 还是可以往上 假如他被移动了 身体很痛苦了 一念称恨兴起来了 可能就随着这个称恨的业 堕到了地狱岛 所以这是讲到杀罪 就是断命根 那么如果将命根断了 这就属于犯到根本 命根没断 就是这个神事 一巴士 还没有离开身体之前 都还不算犯到根本 只算是方便罪 下面跟大家讲第二小课 治戒意义 佛为什么要治这一条戒 当然因为是杀弥戒 主要是对出家人来制定的 那么当然 我们这门课 杀弥十戒位移路要 居士也是可以听的 这个事情 我之前已经请教过 亲公和尚 因为有的人有怀疑 居士没有出家 怎么能够听杀弥戒呢 那亲公和尚讲 也是可以听的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 杀弥还未入僧树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受比丘戒 那杀弥尼没有受比丘尼戒 都未能入僧树 不能算作僧的资格 因为杀弥受戒 也是跟居士受五戒一样 先是三规一 从三规一得戒体的 不同于比丘比丘尼 是在僧团里面 白色结膜来得戒体 这个法是不同的 那第二个呢 居士也有常常受八观在戒的 那八观在戒就跟杀弥前九戒 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丝毫不同 所以要学习八观在戒 也应该来学习杀弥 持戒 那么第十条戒 就是杀弥不同于居士 就是不抓持生相经营宝物 我们一般讲不抓持金钱 那么居士就没有要求这样 因为居士还要谋生 出家人呢 以脱波起实为正面 就不需要去谋生了 所以呢 就没有必要拿钱 所以佛就治这个戒 那居士学了这条戒也有好处 因为学了这条戒 就可以知道如何来护持出家人 你知道出家人不装持金钱 那你也懂得怎么护持出家众 你要是什么都不懂 那你就没办法护生了 包括二十六门威仪也是如此 我们懂得一些出家人的 这些行持 也就能够如理如法的护持生团 这是有好处的 然而呢 这个讲到智戒 那我们就用出家智戒的语言 那么比丘和沙米 当然包括比丘尼 视察尼 还有沙米尼 理应怀有 这个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 所谓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出家人 出家人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出家武德 应该是智求大成为度人骨 不是只是自立 所以要以慈悲心作为我们的根本 那么慈悲啊 救济啊 一切众生啊 这是我们的使命 那么现在反而呢 心中怀着称恨的烦恼 或者是贪欲的烦恼 来断除众生的命根 就严重的违反了慈悲的心 也啊 严重的脑害了众生 而且损害了宰道之气 众生 要修道的话 必须啊 要有这个身体 才能够修行 那么六道当中 人道是最好修行的 那么现在呢 如果你把他的身体损害了 也就是啊 让他没有办法修道 这不仅断了他的生命了 也啊 断了他的法身 慧命 所以这是一切过时之中啊 最为严重的 因此佛陀 对于杀弥来治戒呢 首先就治 不杀什么 这个跟比丘戒 不一样 比丘戒第一条 是不隐喻 因为比丘主要的任务 是求泄脱 处理六道轮回 而 障碍 卸脱的根本 就是因为隐喻 对于一切男女 这种情爱 欲染 就令我们呢 生生世世 在轮回当中 无法处理 像楞严经上讲的 辱碍我心呢 我怜辱色 以示因缘呢 常在残妇 所以这个比丘戒 就首先断这个 名誉 那么 杀弥呢 还未入森树 所以跟居士 所制的戒 就相同 先是制 不杀生 这条戒 主要是 修养我们的慈悲心 慈是 女乐 悲是 拔苦 那么 所谓 似无量心 就是 慈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慈悲 惜舍 那么 慈就是啊 要常常 爱念一切众生 给予众生快乐 要救护众生的生命 在 经典里面 有一个公案 讲到 有一个沙咪 他的师父 已经有天眼瞳 入定观察他 直到 他 寿命只有七天 七天就要死了 于是就劝他 回家看看吧 正好可以回家 在家里走吧 于是这个沙咪 就 启程回家了 结果 结果走到路上 刚好下大雨 他就发现 路边有很多蚂蚁 被水 已经淹到了 所以他起了慈悲心 立刻把这些蚂蚁 护送到高的地方 护送到高的地方 不用被水淹到 然后他就回家 七天之后就回来了 没死 他师父很惊讶 明明看到你七天该死了 你怎么还回来了 就问他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沙咪就说了这么一桩事 救了很多的蚂蚁 那么他师父在入定观察 发现了 他沙咪的寿命 已经延长了很多 得到长寿 所以能够用慈悲的心 救度众生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短短的寿命 为长寿 因为这是无畏不失 这个无畏不失的果报 就是让自己得到健康长寿 那反过来 假如杀害众生的话 那么这就是 损自己的福报 本来可能自己长寿了 结果就变成短寿了 那我们不仅要 自己多修无畏不失 还应该帮助一切众生 修无畏不失 像这个地方善北 是历史到现在 都是属于雨感 沙业也是很重 那么我们在此地建立 这个持戒到场 那么除了自己 好好的持戒修行 如果有姻缘 也应该多为 社会大众宣扬 这些因果报应的 理论跟事实 劝导大家也来持戒 断恶业 不要再从事杀业 这样才能够得到福报 那么悲无量 就是讲 悲悯一切众生 见到众生有苦恼 菩萨 菩萨 就应该发起这种悲悯心 愿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慈州大师讲过 把苦最殊胜的 莫过于帮助众生 忏悔 除罪 因为如果罪不得除 这个苦不仅是现在 常受自己的良心谴责 心不安 而且将来还要受无穷的苦报 所以 这个僧团的注释 如法如律 就可以帮助 在家出家之人 如法出罪 这个功德是很殊胜 那么 娱乐最殊胜的 莫过于为众生受戒 因为只要众生能够受戒 得到戒体 就能任运的防飞止恶 就不会再造作恶业 这样就断了未来的苦 现在断了苦因 将来就不会有苦果 而能够成就未来的善报 所以弘扬戒法 就是我们慈悲心的体现 那么喜无量 这个心就是 庆喜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看到众生能够断恶修缮 能够忏悔罪业 能够受戒持戒 甚至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由衷的高兴 替他欢喜 这种随喜之心 叫喜无量心 那么随喜他人的功德 等同于他人的功德一样 那么 舍无量心 这个舍就是舍弃掉 放下 对于众生的那种 真爱 分别的心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没有 没有特别 喜欢哪个众生 或者憎恨哪个众生 无爱 无惠 那么作为出家人 至少要修行 至少要修行 这四种的品德 就是不爱 不会 不不 不吃 不爱就是没有偏爱 纵然是自己的父母亲人 也是平等的关爱 而不是偏爱 如同对一切众生 那么使一切众生 如同自己的父母 也不会 就没有称惠心 没有憎恨某人的念头 也没有恐怖心 出家之人 以道为怀 目的就是要出离三界 了脱生死 一波随缘化 孤身万里有 有什么放不下 有什么值得我们担心受怕 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 死了正好往生其放 但是我们凡夫总是有所畏惧 那一般人畏惧什么呢 畏惧发露自己的罪过 自己犯了罪 犯了罪 怕给人家知道 这就是恐怖心 这种恐怖心 很麻烦 让自己的罪业不断的增长 因为罪业不发露 不忏悔 它会 每天都在增长 业它有这样的自动 任运增长 这样的一种性能 如果你行善 它善业也在增长 你晚上睡觉了 它还在增长 但是你造了恶 那个恶业 你不发露 不把它中断 就是不忏悔 它也会增长 所以发露忏悔 就能够终止我们的恶业 不应该有所恐怖畏惧 还有不吃 不能有愚痴心 那么把这些心都放下 所以出家之人 那么以慈悲 喜舍为怀 以度众生为自己的家务 怎么能够损害众生的生命 这就是佛陀 为什么要治 不杀生这条戒的意义 下来第三小课 是性遮二业 戒 有防止我们的罪业 这样的功能 那么罪业有两种 一种是性罪 一种是遮罪 那么什么叫性罪呢 也就是说 它本来 本性就有这个罪业 纵然佛没有治戒 或者我们自己 没有受的这个戒 那犯了这种罪 还是有罪业的 这就属于性罪 那么杀罪 本身就是一种性罪 你像杀人的话 纵然你不是佛弟子 你没有受这个戒 杀了人 那法律还是要制裁你 这是本性就有罪 那杀了众生 也是有因果的 换句话说 也是有业的 那除了性罪之外 还有遮罪 遮就是佛所遮止的 佛制戒 遮止我们犯这条戒 那么 如果我们受了佛的戒 还故意的违犯 那除了前面讲的性罪以外 还会有遮罪 遮罪 就是违犯了佛陀的戒律 这样一种罪 不孝顺佛 违逆佛语了 所以杀戒 它有两层罪 犯了杀戒 有性罪和遮罪 那有的人就问了 这个没犯戒 没受戒 我犯了的话 顶多就是性罪 一种罪 好了 我现在受了戒了 不仅有性罪 还有遮罪 两层罪 那我受戒干什么 只有损害 没什么利益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理解偏差 要知道 受戒 有受戒的功德 这个功德是很殊胜 在梵网经上讲到 若人受佛戒 即入诸佛位 如果摇受了佛 佛陀的这个戒法 纵然是这种生文戒 我们也是以大菩提心 来求受 也是得到的菩萨戒体 只是我们这个戒法 所规定的 邀约的这个期限 是净行受而已 不像放往菩萨戒 是净位来记 那是指这个戒体的长短 但是它的体都是菩萨戒体 纵然是净行受的戒体 纵然你持八观再戒 一日一夜的戒体 只要是发大菩提心来受的 也等同于菩萨戒体 只不过你邀约的期限 是一日一夜罢了 而放往菩萨戒 邀约的期限 是净位来记 沙弥戒呢 五戒 沙弥戒 比丘戒 这些是净行受 但是体上都是菩萨戒体 所以受了菩萨戒的戒体 就等同于入了佛的阴位 现在入佛的阴位 将来必得佛的果位 所以这个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那怎么能不受戒呢 再者 这个沙弥戒 比丘戒 和居士的八观再戒 不同于居士五戒 居士的五戒 国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是属于人天 主要是因为第三条 不邪淫这条戒 他没有遮止夫妻的阵营 因此 他没有彻底的断除三戒爱欲的根本 这是佛的一种方便解引众生 那么真正要出三戒了 就要把这个爱欲根本断除 所以八观灾戒 还有出家的戒 沙弥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才是真正解脱的因 那如果说我们不受这个戒 那实际上就是说 我不要解脱了 换句话说 那我甘心情愿 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待着 不想处理了 那这就是愚痴了 所以受戒还是要受 受了不要犯就好了 受了就有功德 不犯戒就避免了罪业 不能说我怕犯戒所以不受戒 那意思就是说 我怕犯戒我就不处理了 我就宁愿在这个六道里面待着了 是这个意思 那既然受戒有受戒的功德 当然犯戒也会 这个罪加一等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你只要功德 结果受了戒 犯戒也不会多加罪业 当然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所以我们知道犯戒 罪就重 我们就不要犯戒 真的犯了怎么办 那就如法的忏悔 生起因重心来求忏悔 这就有救 没得救的人就是不肯忏悔 那这个人就是没办法 佛也没办法 那概括起来 性罪有三点意义 第一 为理恶行 就是乖为了世界的道理 也就是乖为了英国的这种 就是违背了善因善果 这样的一种道理 极为恶劣的行为 第二是为佛制戒 违背了佛陀所制定的教计 第三能防道业 可以防碍我们所修的圣道之业 所以性罪有这三点意义 那遮罪就唯有后面的两种 就为佛制戒和能防道业 但是它不算是为理恶行 就像饮酒 这是属于遮戒 不属于性戒 如果没有受戒 饮酒 它不能算是恶行 当然总是不那么好 但是世间法律不制裁 除非你是醉酒开车 那一般来讲 它不制裁 那还有后面的五条 香花曼徒生 歌舞昌记 这些假如违犯的话 法律也不会制裁你的 但是这是佛陀的制戒 所以我们违犯了 就会有遮罪 好 那么说过 这个总是提议了 下面就讲第二大课 随文示意 看这个文 凡有命者不得顾上 也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众生 前面讲的 有是暖息 这样的命根的众生 我们就不能够故意的杀害 那这些众生 包括的范围很肯广 上至诸佛圣人 师生父母 下至冤飞软动 威蝎昆虫 都不可以杀害 诸佛圣人 要是杀了的话 当然就是处于逆罪 不过佛你是杀不了的 因为佛是天中间 圣中圣 他的福德智慧是圆满的 世间没有人 有这个福报 能够害得了佛 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 吉伯达多就屡次想害佛 害不了 顶多就是出佛身血 出了那么一点血 但是这也是等于是逆罪 那么菩萨圣人 包括阿罗汉 确实有可能会杀害得了 这种杀业就属于逆罪 逆罪 这后面有讲的 都是堕阿比地狱的 师生父母都是如此 都属于逆罪 那么杀人就是重罪 冤飞软动等这些畜生 杀了 那就属于下品的罪 那么这个顾 不得顾杀 要特别讲一下这个顾 顾就是指 有心来做 那么如果不是有心的杀 而是一种误杀 这个不属于犯杀 那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公案 就是梁武帝 大家都知道 他是南朝 一位大护法 一位大护法 梁武帝 建了484 帮助十万以上的出家人 出家 他对法师都很恭敬 结果有一次 有一位法师 他就恭敬地邀请他到宫中 那么当法师来到的时候 梁武帝正在跟人家下棋 下得正了起兴的时候 那么这个门官就来报 就是法师到了 他都听不见 他就说杀钱 他是要下棋 要杀对方的这些棋子 结果呢 那个底下的侍卫 听到说要杀 就误以为梁武帝要把这个法师 招来了 是要杀头 那这样执行圣旨吧 就把这法师拿出去杀头了 结果梁武帝也下完棋了 那么就召见那位法师 结果使者就报告 说刚才陛下已经使令臣子 把他已经杀去了 梁武帝说 谁叫你们杀的 不就您老人家叫的吗 这梁武帝就后悔默契 那么他就问 这个法师临死的时候 讲了什么话没有 使者就说了 法师是这么说的 说贫道过去节 做杀谜的时候 就用圆丘在产地 误伤了一条蚯蚓 那这条蚯蚓呢 就是现在的梁武帝 这是报应 理当如此啊 那证明这个法师 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但是呢 正如古德所讲的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玉食 果报还自受 过去所造的这些业 纵然百千节之后 这个业不会消亡的 因缘聚合了 业还要收报 就像这个法师 过去误杀了这条蚯蚓 现在蚯蚓成了梁武帝 他也是误杀了这个法师 那梁武帝算不算犯戒呢 他也是个佛弟子 肯定也受了佛戒了 算不算犯杀戒呢 杀的是人呢 是不是犯众啊 不是 不仅没犯众 连轻的杀戒都不犯 因为什么呢 他是无心杀 无心杀 误杀 他是不会犯到这条杀戒 但是呢 按照菩萨戒来讲 还是应该再忏一条小戒 就是自责心悔过 这是属于责心忏 这是讲到没有故意杀的情形 假如说故意杀的话 那就正犯杀戒 从这个公案也可以看出 我们平常处事待人都要小心谨慎 不然无意之中 可能伤害了众生 那这个业还是有果报 纵然不犯戒 但是还是有业 那么我们就要随远消旧业 更莫造信仰 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人 这一生是六道里面的最后神 那就不要跟任何众生结恶缘 纵然众生来脑害我们 我们也不要去惩慧 对立 报复 随缘消旧业 消我们素食的这些恶业 不要再造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起那种贪嗔痴的心 像人家脑害我 我就起称心 起对立 这些念头那就造了新的殃 就是新的罪业 好 下文说 若自杀 叫他杀 方便杀 等等 那我们先说 若自杀 自杀就是自己行杀 不是说这个人自己害了自己 他是自己动手杀 可能是用手打对方 或者用刀枪等等器杰 去伤害对方 或者把对方推落到坑溅 或者是用毒药毒死对方 等等 总之心种种的方便 去断除 断掉对方的这个神明 那么 叫他杀呢 就是叫说 别人 来杀害对方 不是自己亲自动手 是叫别人来干 那不管对方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么 你叫别人杀害对方 对方死了 这个时候呢 自己也就是犯杀业 也犯的这条杀戒 那么这个叫 除了用口头叫以外 当面去叫说别人 也可以派遣使者去叫 也可以用信函 写信 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叫 乃至于律上讲的 你可以辗转的叫死 我叫A A叫B B叫C C再把对那个人给杀了 我们ABC加上我 全部犯杀戒 所以这就是 讲的叫他杀的情形 还有下面方便杀 就是用杀众生的 这些种种方便 比如说 要把对方抓起来 绑起来 然后行杀 或者是 这个 只是 让他去到一个 这个险路上 那么让他在险路中丧命 等等 这些都属于方便杀 那么咒杀的情形 在印度 有一种 匹陀罗咒 叫启师咒 那根据五界相经 你说 假如 这个 在二十九日 这一天 你能求得一个 全身的死人 然后呢 就用这个咒 来招令他 使他起来 然后用水 把他洗干净 他的身体 再穿上衣服 然后呢 让他手拿着刀 就叫他去杀害某人 这个时候 他就去干了 真的把对方杀害了 那自己就得到了杀人的这条罪业 就犯了根本的终结 这就是所谓的咒杀 那还有一种啊 就是不一定啊 用这个启师咒 他可能啊 做一个铁人 或者召唤 鬼神 附在这个铁人上 然后呢 用水洗这个铁人 给铁人穿上衣服 让铁人拿着刀 然后心念口说 这个 要他 把某人杀死 那他把对方杀死了 自己就犯到 这个杀贱了 那现在科技更发达了 可能呢 他用各种的 这种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以前就有种铁人 现在用机器人 或者用什么特别的机关 总之用种种的方便 把对方杀死 这都是犯了 犯了这条杀劫 那么下面讲到 破卵 这个一般就不是人了 因为人是胎生的 这是讲到卵生的生命 像那些飞禽啊 这些这个爬行的动物啊 等等啊 多半是卵生 那如果是破了这个卵 令里面的 这个生命断除了命根 这样也是放到 杀罪 当然杀畜生嘛 就属于下品罪 再下来 与他毒药 就是知道对方有病 而给予他不符合他病症的药 所以对他来讲 这就是毒药 那么他吃了之后 使用对方死了 那要看我们自己是什么心 假如没有要杀他的心 那么只是犯 就是轻的罪 没有犯的重的罪 假如说有心要害死他 对方也死了 那就正犯本罪 这个情形呢 我们现在常常有见到 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安乐死 看到一个人 在病床上非常痛苦 就以好心呢 他既然已经厌恶生命了 那又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了 怎么办 好吧 给他打一针 或者给他一种什么药 就让他们安详地死去 那这个算不算杀人呢 在律上讲还是算杀人 这个所以安乐死 我们这佛弟子是不可以搞的 为什么我们不做安乐死呢 因为你要知道 他在灵命中时这种痛苦 是因为业力使然 这个业力啊 如果不消除 他现在不安乐 纵然死了 他还是不安乐 可能到了恶道更不安乐 不是说你给他打一针 那个业就消掉了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业不消 他就是不安乐了 所以真正要想帮他安乐死怎么办呢 就是为他诵经念佛 带他求忏悔 带他的这些冤亲在主求忏悔 另外帮助他多做布施功德 后吃三宝 那么帮助他修复 消夜 他就安乐了 否则 打一针 他安乐不了的 是你自己觉得安乐 他可能更不安乐 这是自欺欺人了 下面 与他毒药 完了 令命断者 病得杀罪 只要令他的命根断 这就通通通是得到了杀害众生的罪过 也就是看杀的对象是什么 就有上品中品下品的罪 那么底下 底下呢 是实际上是 这个犯杀的处断 犯杀的处断呢 我们呢 等一会儿 也会讲到 这里先把这个文呢 就念过去 若杀生生父母 罗汉圣人 就犯到逆罪 堕阿比喻 阿比喻是无间地狱 在诚实论中解释说 这个有五无间的情形 第一是去果无间 犯极重罪业的人呢 直接就去到这个地狱 受果报 中间没有间歇 所以这种人呢 死了之后 不会经过中阴神 这边一口气断了 他马上那边就到了 无间地狱的油锅了 第二受苦无间 这种人呢 在地狱里面受各种的痛苦 没有间歇 第三是十无间 在这种地狱中受苦的时间呢 这个很长 那么时间 十节没有间歇 第四是命无间 这些众生在地狱当中 寿命都是一个终结 中间没有间歇的情况 那么 他这种寿命啊 在地狱经里就有讲到 一日之中啊 万死万生 受了极苦的刑罚 马上就死掉了 死了之后 阴风一吹 他又活过来 活过来又受刑 马上又死 所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 要有啊 一万次的生死 生死的苦是最苦的 那么 这个从出入时 一直到 出地狱 经历结束 没有一时一刻 情细 第五种是行无间 就是讲到 地狱的众生啊 生而又死 死而又生 这个身形是没有间歇 地狱的众生 也是化生 他不需要父母 这个 不需要说 这个油锅 是我 我爸爸 留给我的 我是继承我爸爸的 没有这样的 直接在里头化生 所以这叫五无间 那么在地狱 这个里头 最严重 最疾苦的地狱 是犯逆罪的人 要去受果报 在地藏经里面 也有讲到 五无间地狱 那个也讲得很详细 我们要真正啊 把戒持好啊 其实很有必要 多读地藏经 地藏经就是讲到 这个英国 尤其是地狱的果报 那全是真实的 不是佛菩萨 吓唬我们 佛菩萨不讲这些 这个吓唬人的话 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义语者 不狂语者 那我们必须要相信 所以犯的这些罪业 都会有果报 懂得因果 才不会犯戒 为什么人会犯戒 就是不知道因果 不怕因果 以为因果啊 没有 吓唬吓唬我而已 真到果报现前了 后悔默契 那若杀人犯重罪 施杀迷戒 不通忏悔 这是用小惩罚来讲 杀害的一个普通的人 不是圣人 圣人是指断了烦恼的 至少是断了进货的 出国以上的圣人 那么 这里讲的罗汉 阿罗汉 众是四国 那么 杀了这种圣人 就是犯逆罪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杀这种人 不仅是杀他一个 而且是 这个人能够教化众生 他可以做众生的医治 可以帮助众生 解脱 而你把他杀害了 就等于断了众生的 法身毁灭 所以这个罪业就特别重 那杀了普通的人呢 这就是犯了重罪 失去杀弥戒的戒气 这叫不通忏悔 在小乘法里叫不通忏悔 因为用律上的忏悔法 就是做法忏 这就是没办法忏的 做法忏只能够忏 中平以下的罪 还有方便罪 都可以做法忏 像我们每天晚上 这个比丘 刷弥都各自 对手忏悔 把自己所犯的这些戒 纵然是五篇的小戒 有所违犯 对手忏悔的情景 这叫做法忏 那我们的居士 在这边 对戒法也很好耀 至少每半月 送戒之前 就是送戒那天的早上 我们僧团呢 就集体到大殿 作为一个法事活动 那么为我们的居士 义工来忏悔出罪 那么一般来讲 轻的戒犯了 就对一个法师对手忏 纵然是对杀弥小众 也是可以 出家五重 都可以为人出罪 为人受五戒 那么 假如说犯的比较重的戒 比如说 这个杀罪里面 杀人方便罪 是中品方便罪 这样的不能只对一个人 要对两三位法师 假如说犯了重的 把人杀了 比如说堕胎了 这时候呢 也不能只对二三人 应该至少对四人 四位必修僧 四人才呈身体 这样的话呢 来做法 对四人 这个来发入产会 但是这样的做法 还不能出罪 还需要继续回家 或者在道场 做取相禅 取相禅呢 就是通过拜大成的禅仪 比如说 很多的法华颤啊 这个大卑颤啊 还有净土颤啊 等等 这至诚心 拜颤 可以得见好像 好像就是所谓的 见光 见花 佛来摸顶等等 种种的异象 就能够除灭亡的罪 这个在梵王菩萨界里面 都有讲到 那么偶一大师 特别推崇的 就是詹茶颤 就是以清净伦相 作为好像 如果见到了清净伦相了 那这个罪也就除灭了 而且偶一大师讲 不仅呢 可以除灭重罪 甚至逆罪 也都可以除灭 所以 詹茶颤呢 就比其他颤法 就更为殊胜 那么也是因为 地藏菩萨的 这个威力啊 是一切菩萨 不可为比的 就像 地藏十轮经里面 所说的 那么 在法华经 普门评里讲 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一生 等于啊 这个超过了 称六十二亿横河沙 菩萨的名称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威力 已经是非常殊胜 所以拜大悲颤 就是请观世音菩萨 啊 做我们的 这个 这个参悔主 那 地藏十轮经又说 啊 我们能够往 制成的礼拜 称 啊 地藏菩萨名号 啊 一时请 啊 就很短的时间了 啊 都能够超过 啊 这个 啊 称念 供养 啊 礼拜 这个啊 观音啊 啊 弥勒啊 普贤啊 啊 经历啊 这个 结束 这么长的时间 啊 所以 这个原文呢 有时间我可以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 所以可见的 称地藏菩萨名 啊 礼地藏菩萨行 这个功德 又远超过啊 啊 礼观音 普贤啊 文殊弥勒 这些诸大菩萨 啊 这不是说 这些菩萨 他们有高相 是因为菩萨跟我们众生啊 缘不同 啊 地藏菩萨跟我们的缘啊 远超于啊 啊 跟观音 普贤 弥勒 文殊 这些大菩萨的缘 当然 那些菩萨跟我们的缘分 也很深 啊 像 那个地藏经理也讲 啊 观世音菩萨 与我们这些众生啊 有大因缘 啊 但是地藏菩萨的因缘就更深 啊 那佛不度无缘之人啊 有缘就必定度啊 所以我们跟地藏菩萨久远接来接的缘深 所以请他做忏悔主啊 就很容易灭罪啊 那么在菩萨份上最有缘的就是地藏菩萨啊 这是由地藏十轮经做一句 那在诸佛当中最有缘的呢 那当然就是阿弥陀佛啊 啊 所以只要临终十念都能往生西方 啊 这就是跟阿弥陀佛的缘分深啊 那缘分深也就是说你信他啊 啊 就是有缘 你不信他就是没有缘 啊 那你信他啊 跟他有缘 那就得他的利益 是吧 就好像你听一个法师讲经 啊 你相信他 你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 啊 那他讲的你就能得到利益 你怀疑他这个人行不行啊 啊 到底讲的对不对啊 纵然他讲的一点没错 但你这个怀疑的心 等于跟他的缘就浅啊 啊 所以你得到他的利益就很少啊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 啊 那我们跟地藏菩萨的缘很深 绝对不敢怀疑地藏菩萨啊 啊 他讲的一定是对的啊 那阿弥陀佛更不敢怀疑啊 所以呢 这个得到的利益就深 那所以我们取相颤啊 啊 就是就是要找这个最有缘分的 这种缘法 得到好像了 就能够灭 这种啊 啊 重罪 这是大惩罚礼才开许的 小惩里面没有 啊 所以小惩讲不通忏悔 是所谓不通忏悔 就是只要一失戒体 啊 纵然是五戒犯重啊 杀到淫妄四性戒当中犯重罪啊 那么都不同忏悔 也就是将来啊 你再受任何的戒啊 再重受五戒啊 或者受八观灾戒 或者出家受杀弥戒 比丘戒啊 啊 或者是受大乘的菩萨戒 统统不得戒 这叫不同忏悔 啊 也就是没救 啊 犯的是边罪 啊 抛尸于佛法大海之边 啊 不能住佛法大海 啊 但是通过大乘的取相颤呢 啊 得到好像之后 就能够灭这个罪 你可以重新受戒 可以得戒体 啊 所以纵然是杀弥戒啊 就受了五戒啊 八观灾戒 杀弥戒啊 如果是犯重了 得到好像之后 可以重新受戒 乃至受比丘戒 都没有遮障啊 不成遮难啊 当这个戒师问啊 有没有犯边罪否 你就可以答无啊 因为已经颤干净了 就没有啊 这时候就答无 啊 那么没见好像 就是有 那就不能受戒 啊 那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当比丘和比丘尼 啊 就是这两种受巨族戒的人 啊 如果是犯了边罪 啊 四众戒当中 啊 比丘犯四众 比丘尼犯八重 的时候啊 如果啊 这样子犯重罪 就失戒体 失了戒体之后 怎么办呢 你再取相善 得见好像了 还能不能重新受一次比丘戒 或者比丘尼戒 啊 恢复成 这个具足的啊 比丘比丘尼身份呢 就不行了啊 偶尼大师在这个犯网经合图有讲 因为身体尊贵啊 沙弥沙弥尼 四叉摩纳 还都可以啊 就是见好像了 尽受比丘比丘尼的大戒啊 得戒 但是比丘比丘尼犯重的话 纵然见好像了啊 最多只能够做学会比丘 或学会比丘尼啊 终身夺三十五十 啊 不能够啊 作为正式的僧术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 好 那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